哈囉 那麼我們下一場就要歡迎燕子跟我們講 Arduino的可觸繪圖介面 然後昨天發生一些事情 等一下請她告訴大家吧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大家好 我是今年文創組的燕子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之前用Arduino作為一個可觸的繪圖介面 然後大家自我介紹 我是來自源自大萊資訊傳播學系的燕子 然後我大學讀網路傳播組 可是我們系是不寫網站的 是個很奇怪的系 所以它叫網路傳播組 然後我能保證就是我要來報這個東西 它直接是最軟的一層 因為雲大家通常應該都摸不到 然後也非常軟 相信大家真的非常軟 然後可是我是在用硬體 然後我這邊不再拆炸彈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很多人在我研究室他偷偷拍 他們都說我在做炸彈之類的 好 然後就是主要這個問題 主要我在探討一個人生的問題 就是你多久沒有看過你真正的雲 然後呢 另外一件就是我一直希望就是說 這種一天啊 我可以摸到真的摸到雲這個東西 這是我從小到大的一個願望 然後呢 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我這個作品 其實有點要諷刺我們學校的老師 他們腦袋都只有雲端這兩個 可是不討解什麼是雲端 結果我們系有一個八卦 就是我們系主論花150萬買了一個 完全沒有用的一個雲端教學系統 然後呢 就放在那邊 到目前還沒有人用過 然後呢 另外就是我不想要十年後 大家想到的雲 都是蘋果的這種iCloud的這種雲 所以呢 就想要做一個就是在數位時代 如果靠著數覺呢 我去製造一個數位時代的雲 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不是這個數位時代 好 那關於雲呢 我們講一些簡單的理論啊 如果大家在討論雲啊 其實呢 如果舊繪畫史而言 在17世紀以前 是大家是不能討論雲的 然後呢 這是一直到19 就是在那個19世紀的時候 大家也開始有一個人 他非常無聊 他走路走路不好走路 開始一直看天空 然後呢 就用他可能過去看的一些 一些希臘文文字 整理出一些雲的一些分類 在那時候氣象學才真的開始去討論雲這件事情 至於為什麼不能討論呢 因為在16世紀以前 雲呢 在基督裡面說那是代表神的東西 如果去討論的話呢 你就會被教會給燒毀 所以呢 好 那在中國呢 討論雲呢 有這幾種方式呢 簡單來講 我把它換成白畫紋 就是一個是用堆的 一個是先描出邊來 然後再把它做出來 好 那如果我在現在的話 我們會怎麼畫雲呢 我們會用大小圓弧交替 大家可能覺得我們小時候這樣畫很平常 對不對 可是說一句話 這件事情其實是 然後大家有去看論文 我覺得發現其實它是有理論的 其實它的理論是來自於說 畫漫畫的時候 要靠這樣子才能讓它覺得它是一朵雲 好 然後呢其實我怎麼做實作呢 我基本上是用棉花這個東西 棉花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做的一些東西 有可以拉 有可以攤平 有可以脫高 做出這樣的東西 就跟雲能夠做的效果是一樣的 大家從小看了棉花就想到雲這個東西 好 這邊就不多說 現在有這些東西 然後呢 所以呢我在這個呈現上面呢 我是用顏色的部分呢 是用顏色去堆積起來的 等於說等一下看到的雲呢 基本上 我在我的實體界面上面 我是用棉花給堆起來 然後在電腦裡面呢 就是相對應的位置呢 我會用Possession去寫出 就是要堆出來的東西 然後形狀的話呢 我當然就是以剛剛講的 就是卡通的畫雲的那種 畫雲的基礎的一個 這個作品 然後製作方式呢 就是棉花 然後就是Adeo Omega Adeo Omega 因為Adeo Omega 有16個 16個Analog的Port 然後加上光明感應器 還有一個可以鑽棉花的容器 然後這邊我是直接用3D Printer 把它拼出來一個我想要做的容器 然後呢 這基本上是我那時候在畫草稿的時候 那時候草稿想要做的樣子 好 這個是草稿又變得更精美一點的草稿 大家可以看 簡單來說就是 我把光明電阻排成正列的樣子 然後呢 它感應到了相對位置 在畫面上產生出 就是類似雲的東西 然後剛剛講到 這是關於雲的畫法 它基本上會是先 等於說我先捏出一個形狀之後呢 它會決定整個堆積的大小邊 然後呢 再去算說它的大小的堆法 好 在程式裡面呢 大致上是這樣寫的 我總共設了16個感應點 在這16個感應點之間 因為剛有提到 要大小交錯嘛 所以大小交錯之間呢 它所算出來的是 相邻的平均的三分之一的大小 然後呢 在周圍要製造出 比較像雲的感覺 旁邊一定會有一些虛虛嘛 所以呢 旁邊用虛虛呢 就是用相邻平均二分之一的大小 去達成的 好然後 接下來是 就是Porsessing的部分 之所以會想到說 如果可以用Porsessing 來做一個繪畫的介面 是因為 大家如果有看過 Porsessing其實是MIT 它所做 MIT他們所推出的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 算是一個簡單的 IDE 讓我們這些 不懂程式的 這種 設計者 也可以去做出 做出設計的東西 然後呢 他們有用 他們MIT自己的Logo 長生 它其實是用Porsessing去做的 然後呢 其實我剛開始以為 他們是用螢幕截圖 後來想說 應該不太可能 他們會用螢幕截圖 做這種事情 他們有這麼多 因為他們只要你進去DM事情 你就是按一下Random 然後取得一個 你自己的MIT的Logo 然後你的影片上面印的 就是那個Logo 所以想說 應該不太可能做這種事情 所以呢 就發現其實 Porsessing有一個Library 叫PDF Library 你可以Input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去記錄你的 記錄你的畫面變成PDF 然後它的語法就是 Begin Recall Begin Recall之後 之後呢 之後呢 每一個畫面上所出現的 任何東西都會去記錄下來 然後下一步呢 就是存出 存出這些End 然後呢 在中間中間所畫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會變成你在畫面上的東西 好 然後呢 因為如果你剛才用 單純用這個語法的話 它會幫你的東西做邊線 然後記得在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語法之間 一定要有在有一個Nose Track 就像你在StateUp裡面設過的話 這邊的Nose Track 還是在做一次 才不會造成你的圖 會有奇怪的邊線 好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我覺得個人在覺得 在畫畫的時候 喜歡有Full Screen的感覺 所以呢 變成說 在這邊的話 可以用Porsessing的話 有提供一個 也有Full Screen的選項 大概是用這樣的語法 好 那當然是現在成品的圖 好 那這邊是Demo的樣子 然後呢 就是 下一步的話 我可能會幫它做顏色之類的 就 當然不是用 就是昨天 其實我昨天做了一件蠢事 就昨天在自己測試的時候 不小心拿了 我在一邊吃東西一邊測試 然後我就 想要拿衛生紙擦嘴巴的時候 就不小心拿了我的棉花來擦 然後就變色了 好 絕對不是這樣 好 然後還有一些帶解決的問題 就是 因為在不同的官線下 有些初始化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還有不同環境關的問題 還有我下一步跟大家講 我可能要做變色的部分 好 那現在是Demo 好 那這樣看不準 我把 旁邊拉開 大家看到了 這左邊等一下是 呈現的是 iPhone這邊的畫面 沒有呈現 好 我剛剛看到就是 我現在呢 大家有看到我現在這邊的平台 呃 打稿 好 這邊有沒有平台嗎 然後現在看到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 然後呢 我就會開始放雲的部分 其實因為我個人是 有點想把它當作是一個療癒商品 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 某的時候它會跟著你動 然後就覺得蠻爽的 對 就有一個很特殊的觸感 所以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其實 就技術層面其實不難 只是一個就是把光明建築排成正列的樣子 然後再加上就簡單的圖形的處理 然後另外一方面 因為其實會做 會有這樣的發想 又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解決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在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想要做出這種 Random的這種東西 可是這種Random的東西 如果單純用Random 就覺得不漂亮 如果我也可以用 我自己的手來控制它的話 就是至少我覺得 這可能是我自己能做出一個比較我想要的東西 而且它跟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是比較符合我的概念的 然後 它存出來的東西呢 它存出來的PDF 就是像樣 就是具有像樣的特性 它可以在 Adobe的 Illustrator裡面 進行後續的一些編輯的部分 所以其實是蠻不錯的一個 就是processing是一個蠻不錯的 就是用 如果你喜歡做像樣的圖 可以做一個輔助用的一個工具 好 當然是這樣 那如果有問題 大家儘管問吧 你被治癒了嗎 那要不要玩看看 好 那大致上我這邊是這樣 謝謝大家